当地时间10月18日 正在湖南长沙参加德国媒体 胡乡文化型大型采访活动的 十家德国媒体记者 来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参观 实地了解了中国杂交水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并采访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88岁高龄的袁隆平 对记者们提出的近20个问题对答如流 面对远道而来的德国记者们 袁隆平侃侃而谈 被问及是如何保持健康长寿的秘诀时 袁隆平告诉记者 坚持锻炼的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过去每天都要游孕的 现在虽然 只要八九十岁了 我还要打球打排球 瓦里布 每天要打瓦里布 再一个 会谈中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也是德媒记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我的看法对转基不能一概而论 对人体健康有利的 对身材有利的 应该在生产的营养 对人体健康有问题的 要小心要谨慎 袁隆平透露 他的团队正在研究把玉米的碳四基因转到水稻中 这项研究难度很大 预计还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才能研究成功 我们现在正通过基因工程 把玉米的碳四基因 转于到水稻上面来 提高水稻的光火效率 但是难度很大 这个碳四基因有四个基因 我们现在转了三个基因了 但是效果还不太明显 预计还要四五年的功夫 可能研究成功 假设没有研究水稻 您会做些什么呢 现场记者泡出了这样的问题 袁隆平坦言 不从事水稻研究 生活对它就没有意义 这是我的回答